摩阴山之外的天空上 硬幻幻望着那骚乱无比的山峰 一对先行御守 在此刻落在天荒芹之上 一旦情况不对 他便是会动手支援 所以说 以他现在的实力 催动天荒芹消耗极为庞大 不过这种时候 倒没时间理会这些 少女安静地注视着摩阴山 但接着他便发现 他的援助似乎是多余的 林栋三人 已是将整座摩阴山 献得天翻地覆 在与各自交手的时候 是完全占据上风了 见到这一幕 硬幻幻暗自松了口气 而后 就在他的预指 将从天荒芹上收回之时 其眼神一凝 忽然转身 只见其身后 一名身着白衣的俊朗男子 正微笑而立 你是谁 硬幻幻脸颊微寒 大眼睛之中 充斥着戒备 白衣男子 含笑说道 姑娘不用怕 在下圆门沈云 八灵将之一 圆门 听到这两个字 硬幻幻 本就微寒的脸颊 更是彻彻底底的冰冷下来 冷笑说道 原来是圆门的狗啊 本姑娘没够给你扯淡 滚一边去 小美人 这般说话 可是不好的呀 那沈云 显然被硬幻幻 这突然间的冷笑 搞得愣了一下 玄机眉头微重 嘴角掀起一抹 玩味的笑容 身形一动 竟如鬼魅般 亲近硬幻幻 探出手掌 欲挑向少女的下巴 然而 在其手掌 伸出的刹那 硬幻幻大眼睛之中 也是寒意涌动 欲止瞬间 自琴弦上波动而过 一道火红光滑 带起一道 狂暴音波 狠狠地轰向那沈云 狂暴音波席卷而出 那沈云面色 也是微微一变 脚尖一点虚空 一道残影 浮现而出 玄机 便被那音波 生生地搅碎而去 好个野性十足的小美人呢 不过这样 才更有趣 不是吗 沈云的身形 自不远处浮现而出 他笑眯眯地望着 脸颊冰寒的硬幻幻 轻声说道 这纯元之宝的确强横 不过不知道 以你现在的实力 究竟能催动多少次 杀你足够了 硬幻幻脸颊微白 喧其一声冷笑 纤细欲止落至琴弦之上 猛然波动 顿时 那清澈凤鸣再度响起 一道巨大的火红翅膀 从天皇琴上探出 然后其他惊人音波 狠狠地对沈云拍了过去 面对天皇琴的力量 那沈云倒不敢过于怠慢 手掌一握 一道黑色石印 变化为一道黑色皮链 暴力而出 与那火红翅翼 重重地撞在一起 嘹亮之声 响彻而起 那道黑色皮链 直接被生生弹射而回 但沈云借着刹那间的阻拦 再度暴退 退出那一刺的攻击范围 这沈云显然极端是诡诈呀 他知道 以硬欢欢的实力 催动春元之宝 消耗极大 倒是也不正面与其纠缠 显然打定主意 将硬欢欢拖得筋疲力竭 而不得不说 他的策略的确效果不小 如果此时的硬欢欢 状态是全胜的话 或许还能凭借天皇秦 与他好生斗上一斗 但先前破解魔音山的阵法 看似随意 可是硬欢欢却消耗极端庞大 现在的他便根本不可能 如刚才那般 将天皇秦之上的凤凰 给召唤出来 因此 在沈云这般策略之下 硬欢欢的气息 也是开始一种惊人速度 唯靡着 而在气息唯靡之间 他拨动秦弦的手指 也是愈发的缓慢 那攻势 无疑也是失去先前的灵力 而沈云 显然也是战斗经验 颇为丰富之人 硬欢欢攻势变缓 他第一时间便有所察觉 当下眼中冷笑一掠而过 身心陡然暴胜而出 硬欢欢 望着再度暴胜而来的沈云 阴牙微咬 想再度拨动琴弦 你那朋友 最后要坚持不住了 就在硬欢欢 预指即将拨动之上 沈云的轻笑声 突然传进他的耳中 预指拨动琴弦 这一瞬间凝固 硬欢欢眼角余光 几乎不受他控制一般 往摩阴山临动的位置 瞟了一眼 那目光所望之处 并没有见到沈云所说之事 接着 硬欢欢心便是猛得一沉 预指再度向拨动琴弦 一道身影 已经是靠近了他 小美人 还是嫩了点啊 沈云轻笑着 旋即灵力掌风 便是毫不犹豫地 落至硬欢欢的乡间之上 两道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硬欢欢郊躯到飞而出 在飞出的同时 他预指 也自琴弦上波动而过 一道狂暴音波 快若闪电般地 轰在沈云的身体之上 沈云身形暴退 身体之上 雄魂原力 疯狂涌动着 待着他 吻下身体时 身上衣衫 已是被震碎许多 胸膛处 有着一条血痕出现 望着自己 这副狼狈模样 那沈云的面色 刹那间便是阴沉了下来 旋即抬头 望着那脸颊苍白的 硬欢欢 身形猛然暴力而出 一闪之下 出现在硬欢欢的前方 磅礴原力呼啸 直接一掌凶悍的拍下 临动 青龙壁 轮动的黑树 可怕的进风 轰暴空气 然后带起一道残影 毫不客气地狠狠轮在 那暴冲而来的 金色巨暴的身体之上 沉闷的声音 从林间扩散开来 那金色巨暴 直接被狠狠地 抡杂在地面上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瞬间 从其身下蔓延开来 一树山趴下 金色巨暴 临动刚想有下一步动作 似乎察觉到什么 面色猛然一变 忽然转头 突然望向远处 天空之上的硬欢欢 看到他被震飞的一幕 便落进他的眼中 望着少女 那激身而出的柔弱身影 林动的面色刷的一下 便彻彻底底阴森下来 身性一动就略出 但右腿之上 突然传出剧痛 那金色巨暴 竟凶狠地咬了过来 林动眼中的力气 几乎在一刹那之间 抱涌而出 双腿轻光涌动 直接化为青龙脚掌 然后抬起 带起一股 重如山岳般的力量 当头对金色巨暴 狠狠跺了下去 一道道沉闷无比的声音 在林间扩散开来 巨大的裂缝 也飞快弥漫开来 来得林动脚掌落下之时 这片地区 竟崩塌十数米 那金色巨暴的脑袋 被生生塌成肉泥 鲜血渗透在地面 足证一幅 极端沉暗与血腥的景象 林动彩暴 这暴配男子 所画的金色巨暴 一把将其抓起 背后青龙之翼一震 陡然暴虑而出 姚美人 给我乖乖地 将古琴交出来吧 沈云望着眼前 面颊苍白的硬欢欢 伸出手掌 微笑说着 命欢欢眼眸 冰冷地将其盯着 一句话不说 玉指落着琴弦 刚想拨动 嘴中传出一声闷的哼声 一丝血迹 从嘴角溢出 他体内力量 已将先前施展 天荒琴时 被消耗的殆尽 如今再勉强催动 反而受到一些反噬了 真是倔强啊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落手催花了 真是舍不得呢 沈云笑了笑 掌心一握 一柄黑色长枪 便闪现而出 而后寒光闪烁 蕴含着滔天波动的长枪 便爆流而出 直刺硬欢欢 硬欢欢怀中天荒金一横 将琴身朝那枪尖抵御下来 但是从后者上面 渗透出的雄魂力量 依然是让他喉咙处传出一丝甜意 一枪被挡 那沈云脸庞上笑容更甚 身形一动 枪间协调 这一次只想画起一道极端刁钻的弧度 直刺硬欢欢的眉心 然而 就在沈云这一枪抱刺而出的事呢 一道急促破风声 来起浓郁的血腥味道 突然爆流而至 他面色微沉 枪间一拐抱刺而出 然后将一头血肉模糊的金色巨豹 洞穿下去 一枪刺穿一头金色巨豹 那沈云似乎微微震了一下 下一霎呢 眼瞳猛然一缩 眼前的金色巨豹 陡然爆炸开来 一道布满着青色鳞片的龙腿 撕裂空气 带起漫天血腥 快若闪电般的轰来 然后在沈云那巨变的面色之中 一脚狠狠甩在他的身体之上 低沉的声音响彻而起 那沈云直接是被一脚踹飞数百米 然后这才稳住 嘴角处有着一丝血迹出现 好本事 沈云目光阴瑟瑟地望着 那出现在半空中的兽血年轻身影 笑道 林栋小心 他是原门八灵将之一 硬缓缓见到出现在面前的身影时 心中顿时易苏 但是又连忙提醒说道 林栋延伸阴厉地盯着沈云 旋即嘴角缓缓地掀起一抹 猙獰的笑容 说 不用担心 很快 就是一条死狗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